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4年3月5日 今天是星期二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的 正月25 即是1月25日 今天是二十四節氣之一 今天是經質 上節跟大家揭露 香港 打小人打不願 如果樣樣東西真是暢旺的話 應該 一帆風順 你不會想去打小人 雖然你說打小人 是民間信仰 希望 打完小人之後 樣樣東西順利一點 即是說 遇到不順境的時候 就會想打小人 而香港 最大的小人 是莫過於 這個叫做香港政府的了 剛剛的財政預算案 迎來這個 撤辣 撤辣之後 有大量的炒家似乎出現 但是 最近 人關於 炒樓的噩耗不斷傳出 最新出現的噩耗之一 就是這個 政府雖然撤辣 但是 似乎 下了命令 要禁止這個 魔課 應該近幾十年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什麼叫魔課 我稍後再詳細再說 我們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各位 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方法非常之簡單 請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就是這麼簡單 敬請各位要幫忙支持 因為我們 經營有很多困難的地方 所以 我們也盡量保留 節目絕大多數是免費開放的 就算是Patreon的節目 也會在較後時間重新開放 所以希望各位真的記得要運用免費方式支持我們 方法很簡單 就是播放欣賞 請各位 記得盡做 播到甚麼時候 就是你甚麼時候有空播就盡播 播到 沒有辦法 再用為止 看看最新的消息 正當 樓市辣椒 即是特別印花稅 被取消 大量的炒家 進入 想炒火 為甚麼這是炒家的惡號 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群炒家其實也不是富豪 即是說 他們也不是cash buy 只是 一群 想乘著 時勢 出來賺錢的人 他們 想用最小的槓桿 賺到最多的錢 這件事曾經 在香港97的時候 是相當之離譜的 今天買 下午 就可能賣出的了 大家知不知道 買樓 跟你 買貨品 是不相同的 例如你去超級市場 買維他奶 汽水 你的成交 就是在你 去到counter給錢 然後成交就完成了 買樓是不相同的 買樓 其實正確來說 法律 是在買土地 土地的轉讓 是比想像中複雜的 土地轉讓需要特別 的契 才可以做到的 有買過樓的人應該可能會知道 就是你有一大大樓是樓契 當中 除了買賣合約之外 還有一份 這就是正式的轉讓契 所以 買賣樓宇的成交不是你 看中了 簽合約付錢 然後就完結 需要 有很多東西要繼續進行 直至 做完這份 轉讓契 才正式 成交完成 好 上面所說的 一般可能要的時間都可能超過一個月 但是什麼叫做 魔貨 魔貨的魔 就是叫做 你 sale as confirmed more 就是說 你還未 是那個樓宇 即是那塊土地 正式 持有人來的 但是由於你 買了一個權利回來 你 作為一個 確認者 confirmed more 去繼續買樓宇 給 第三方 所以這個 就是叫做魔貨 就是說你原本買了樓的成交還未完成 然後 就已經有第三者看中了 你再賣出去 這個情況就叫做魔貨 大家也想到了 成交一個多月 你也不等 就要賣 所以魔貨 又跟炒樓 緊緊掛勾 好了 這班炒家 很多不是什麼有錢人來的 所以大家不要搞錯了 並不是釋放 香港的任何的財富出來 實際上這班炒家 就是無中生離了 叫做看中了 舉個極端的例子 以前 他們怎樣炒樓 由於可以做到九成按揭 實際上你買200萬的樓 只需要 拿20萬出來 實際上也不用拿的 因為你根本那頭買完接近 不需要再等 立即 樓價就升 然後就賣出去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200萬今天買回來 樓市企業 我 208萬賣出去 是可以的 因為已經沒有了樓市辣椒 即是說我拿了一個本金出來 可能是20萬而已 然後我做按揭 好了 銀行其實每樣東西都還沒做齊 按揭的文件都還沒做好 就已經有新的買家和你接貨 用了208萬 然後 你 其實 是沒有用過錢的 就賺了那8萬 這個就叫做瘋狂的炒風 這種瘋狂的炒風 基本上對於整個 民間來說 尤其是 一般的大眾和基層 是一點好處都沒有的 只是令到一班炒家還有地產代理 狼狽為奸 然後他們自己 如此做法 這個就是所謂的炒家天堂 實際上 這個炒家 基本上是沒有拿過錢出來的 就算樓價 升值是那麼輕微 200萬 不要說升到208萬 205萬 就這樣剩下5萬 夠除了經紀佣金 經紀基本上跟他都是狼狽為奸 既然你是炒家 收便宜一點 反正你也是天天炒的 這裡少收你半個佣 那裡少收你一個佣 不要緊 你十天八日都已經成交了五六次 經紀很開心 簡直是貼身保鏢 這個 就是97之前的炒風 好了 其實這班人並不是有錢人 並不是拿錢出來掃貨 而是出來 是要做按揭的 但是銀行現在就說要下閘 因為有大量的代理 打去查詢 可不可以做魔貨按揭 代理當然是想做 因為 你拍著炒家 他過兩天就一買一賣 你就算收少一半佣 喂 他四個星期可能做了十次成交 你是不是發財呢 所以 這些所謂樓市設立助長炒風絕對是在社會製造問題 更加 是違反國家政策的 習近平說明 是駐房不炒的 但是香港 竟然容許炒家 成為 炒家天堂 所以結果銀行就出招了 銀行你猜會不會自己無端端出招呢 當然是收到order 雖然 根據 金管局說是他們自己的決定來的 笑話 簡直是說謊 肯定 是已經下了命令 是不准做 魔貨的案件 所以 現在 所有的大型銀行 包括 魔王 魔王 叫做ICBC 工商銀行 也 全部 停止 魔貨案件 其他的大銀行 當然包括匯豐 渣打 恆生 東亞 大新 基本上數得到的 升展交通 全部 不准做 魔貨案件 所以 是不是可以 出來炒呢 炒就是在說剛才那件事 我今天賣 我就去浪糕它 甚至乎會做假成交 你知道嗎 股票可以做假成交 大家知不知道 兩間行 把貨 丟來丟去 你丟出來我買 我丟出來你買 然後 就是做成交量 造成交量是為了甚麼 是引水雨 是進場 你知不知道 樓市也有 一貨 是10磅 全部找了自己人做 剛才用了那個例子 200萬的樓 因為配合1997年 之前的價格 200萬的樓 我今早買完 下午就有人給我買了 208萬 再到第二天 有人出價 215萬 再到下午 228 好了 好厲害喔 買家看到 我又買 我給 225 你就給了225了 其實上面三四宗成交 全部都是自己人來的 是在浪上去的 反正也不用付錢 佣金不用付的 經紀跟他們合起來的 特別印花稅也不用付的 還有 從嫁印花稅也不用付的 你都還沒有成交 這樣就把你賺進來的 200萬買回來 225萬就賣給你 這樣 中間賺20多萬的 你想一下 很划算的 一個多星期也不用 3、4天就是剛才說的 就賺你20多萬的 這個就叫做炒作 聽到是不是很心急呢 每個人都想試一下 貪念 每個人都有 但是 1997的災難 就是由種種的因素 疊加所產生的 其實你容許他大炒 就是容許一群 無本生利的撈家 在這裏運成 差不多全世界都沒有那麼離譜 香港 真的是 全世界炒樓炒得最離譜的城市 不過現在那群炒家面對重大困難 因為如果我做不到 魔貨按揭的話 即是說 你滾那個買家 最終跟你買那個 他也不可以 買魔貨 他一定要讓你成交完成 之後才能夠再成交 這個做法未必直接制止到 徹底的炒作 但是仍然 會對魔貨買賣造成很大打擊 好了我們其實 相當熟悉香港的 炒風 所以我們會繼續在這裏 和大家在節目 詳細 介紹各種形式 這些叫做 Loga活動 好了我們今節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全新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基本法23條 立法 基本法 第23條 大家記得 如果保障你們的 個人私隱和網絡安全方面 你們可以選購 我們的VPN 謝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 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 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 又是很貴 と思尋三位 讓我們見面看看 到最終 которого 我們會看到 任何學生的酒店負責人 關於聘業的酒店負責人 它是新能財產的酒店負責人 也不僅僅 在那個酒店負責人 有很多酒店負責人 這個酒店責人 是自製品這間酒店負責人 咱姑姑娘負責人